苏接上回 您看太子徽这边啊 把电话又一次打给了刘汉 并且叫嚣刘汉 你敢再一次来到我太子酒店吗 来了我把你弄死 你看刘汉敢去吗 他当然再一次敢去了 他这边有了一个周公子撑腰 你看这边太子徽就把电话打过去了 喂 刘汉这么一接 喂 太子徽 你给我打电话 有事吗 你是不是缺钱了 缺钱我给你拿点 真的啊 我刘汉不差这点 你刘汉说话 刻意的去气这个太子徽 太子徽这一天 刘汉呢 刘汉 你啥都不是 真的在我眼里 你如果没有周公子 你就是个窝囊废 知不知道 小兔宅是 这边你看刘汉这一天 哎 太子徽 你把嘴给我放干净点啊 你这不厕所里擦电线 你过分吗 你跟我俩早死 是不是 啊 那么太子徽讲话来 刘汉 谁死谁活还不知道呢 我就问你 赶来我太子酒店吗 刘汉这一听 这太子徽啊 这是真是找啥啊 啊 可能找到硬的靠山了 但是 我不怕 刘汉直接就答应了 我咋不敢去呢 行 刘汉 我念你是条汉子啊 那个 明天 你来到我太子酒店 你看我拿不拿捏你 刘汉讲话来 我就去了 看咱俩谁拿捏谁 行 订好了 电话证一挂 刘汉直接把他亲弟弟啊 刘伟给叫来了 赶紧的 准备家伙事 这边你说太子徽 又来找茬了 让我们去来 把这个唐建兵和廖军找着 回首 还咱哥四个去 他这个太子徽可能是找到 硬的靠山了 但是 他再怎么硬 也没有我 背后我大哥 周公子硬 咱们哥四个去了以后 再给他拿回来一个亿的小木饼 行 拿好家伙事 开着老斯来斯也就去了 第二天 也就到这个广东太子酒店了 东莞 你看 来到这个三个八的包房 哥四个拿着 你说家伙事直接进去了 这边你说 一进屋 你看太子徽这边就给埋伏上了 刘汉也知道 根本就没有啪 啪啪啪 全给刘汉他们给治上了 你说五连着七七四 这边刘汉 挺镇定的 太子徽 什么意思呀 你不怕我大哥周公子吗 太子徽讲话来的 太子徽当时兜里拆个电话 刘汉他们都给控制住了 直接给刘汉砸脑袋上了 砸了些 讲话来 我怕周公子 我还怕你吗 刘汉 啊 给我打 啪啪哥四个被爷摁地下了 逼了拔了 逼了拔了 这段吃亏呀 回首刘汉 刘汉他不能打呀 刘汉你说 他就是这个嘎嘎的有钱 但是他不能打呀 不应打咱了 刘汉讲话来 别打了太子徽 行 你有什么要求你就提吧 太子徽讲话来 来刘汉 你把那一个亿的小目标赶紧的给我转回来 啊 我不冲你多要 赶紧的半个小时之内 能做到不 刘汉讲话能 直接给这个汉龙集团打电话 汉龙集团的账目上 直接到这个太子徽的账目上 一个亿的小目标 这边讲话 刘汉说 我可以走了吧 走了我好找周公子呀 好找我大哥呀 看太子徽讲话 你往哪走啊 啊 今天我就拿捏你